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围绕伊朗总统莱西乘坐直升机 发生硬着陆事件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那么关于记者会的相关内容 我们马上连线在外交部新闻发布厅蓝厅采访的 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 慧欣你好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是的主播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对于伊朗总统莱西和伊朗外长阿普杜拉西洋 在直升机事故中不幸遇难 发言人也是做出了回应 表达中方的深切哀悼 一起来听下发言人刚刚的表态 习近平主席已经向伊朗第一副总统莫赫贝尔之宴殿 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就来袭总统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 表示深切哀悼 向莫赫贝尔第一副总统莱西总统亲属 以及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主席指出 莱西总统就任以来 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 促进国家发展繁荣 做出重要贡献 也为巩固和发展中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做出积极努力 他的不幸遇难 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 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十分真实中一传统友谊 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一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方也对阿卜杜拉西洋外长不幸遇难 深表哀悼 向阿卜杜拉西洋外长亲属 表示诚挚慰慰 事故发生后 中方向伊方表达了关注和关心 我们愿继续向伊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协助 中方将继续支持伊朗政府和人民 维护独立稳定和发展 愿同伊方已到 进一步深化中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那在直升级事故发生之后 世界多国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也是纷纷的表态 而在今天上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是发表了相关的谈话 表示中方愿向伊方提供一切的必要支持和援助 那在去年二月 莱希总统也是曾经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而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 中一关系也是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那也正如中方所说 莱希总统的不幸遇难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 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